劝你少吃五种食物 越吃血管越堵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在正文开始之前 大家听我说几句心理话 临床治疗心脑血管的疾病呢 已经有40多年 就是为了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 才辛辛苦苦的整理出这些科普视频 可能呢 这个视频还没有别人随便发几个搞笑的视频点赞高 视频传播不出去 就会有很多的老百姓 因为一些生活习惯的原因引发了重病 那今天想告诉大家 不论是关心病心衰血管狭窄 还是颈动脉有斑块都不要放弃 希望大家的问题能够在这里得到解决 今天呢 跟大家科普就是心脏不好的人 哪些食物要忌口 可以先点上免费的小红心支持一下 第一啊 就是浓茶碳酸饮料 浓咖啡 这些刺激性比较强的就应该少喝 最好是不喝 第二就是高油脂的食物要少吃 比如说一些油炸的食物 烧烤红烧肉就要少吃 第三就是要戒烟戒酒 特别是血管堵塞已经超过了50%的 一定要戒烟戒酒 第四就是过于甜辣咸凉 这些食物要少吃 第五要少吃一些化学加工的食品 比如说香肠 熏肠 它里面的添加剂非常的多 特别是有关心病斑块 血脂高 消化功能差的人要少吃 或者不吃这些食物 身上的散结血 没事的时候揉一揉 一段时间以后会有惊喜发现 不花一分钱 大家可以试一试 说这个问题之前呢 要谈一谈临床上的所见 在心脑血管中 或者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 会有甲状腺的结结 乳腺的结结 肺结结 这些相关的问题 所以应广大粉丝的要求 说一说这些结结的问题 那我今天就在平台上 和大家分享一些 关于结结的医学科普知识 现在成为我的粉丝 让你少走弯路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 点上小红心 我继续往下说 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这个穴位 就叫极拳血 在哪呢 手臂抬起来 在椰窝的顶 脸处就是极拳血 对这个穴位进行适度的拿捏 每次做三分钟 左边做完了 做右边 同时呢 除了捏拿以外 还要用手掌轻轻的拍打 30到50次 两边同样的去做 重复几遍 多做多有收效 经常的这样去按揉 可以宽胸凝神 调和气血 它不仅可以改善 结结的问题 同时对心脑血管也有治疗的作用 改善胸闷心剂 让呼吸顺畅 化解心中的瘀解 你记住了吗 血管堵没堵 看四处就知道 马上自测起来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身体的这四个地方 帮你自测血管健康 哪四个地方呢 跟我来一起找一找 第一呀 就是耳朵 耳垂这个部位 是不是有皱纹 又俗称的是冠状钩 从我临床看诊的几率来说 一般心脏有问题的人 在耳垂这个地方呢 都会出现有一道钩 有文献报道啊 几乎达到90%以上 都是关心病 今天呢 还特别有意思 一个患者呢 两个耳朵还不一样 形状不同 一个耳垂上 还有两道钩 跟两个耳环 带在那似的 这一点 如果有异常的话 要关注自己心脏的健康了 第二个呢 就是看舌下的这个落脉 正常人的舌下 各有一条纵型的大脉络 称之为舌下脉络 一般情况下 应该小于2.7毫米 颜色应该也是淡红的 如果这舌下的脉络 出现了紫暗 弯曲 粗大 还有淤点 这个情况 就提示是血淤了 现代医学认为 舌下的脉络曲张 就是微循环障碍导致 第三个就是肌腑甲错 就是皮肤啊 像鱼鳞一样 一般的说 多鉴于小腿肚的这个部位 粗糙干燥 角化过度 从外观上看呢 颜色也发暗褐色 呈鱼鳞状 这就提示呢 体内会有淤血 也是淤血的一种外在的表现 第四个呢 就是摸一摸呀 足背上的动脉 血管健康的人 一般情况下呢 轻轻搭在上面 就会有感觉到它的活动 这里呢 也是我们古人说的 三步九后 后脉的一个部位 但有些人呢 就摸不到 即使摸到了的话呢 也会感觉到 跳动的非常无力 缓慢 这说明血管就不太好 血管堵塞 别再瞎折腾了 记住三句话 让你少走弯路 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血管堵塞是一个表象 它出现往往是代表着身体内 你环境出了问题 如果只是治标 无治本 那就像斩草不出根 稍微有一些刺激 好不容易通了的这个血管就又堵了 如果你的血管狭窄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而又深受着心梗脑梗这些问题的困扰 听我一句劝 不要再到处的跑 到处的问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从一四十多年 见过太多的家庭因为病而贫困 真的不忍心看到大家在走弯路 所以下面这三句话呢 你要记在心里 第一 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啊 很不容易 如果你也有心脑血管方面的困扰 可以多看看我的科普视频 很多问题我都是讲过的 第二呢 大家如果查出来血管的堵塞 千万不要再担心了 它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问题 也不要轻信谣言 胡思乱想 自己吓唬自己 一定要放平心态 第三呢 开通科普视频之后 每天都能看到粉丝们的点赞和鼓励 我会非常的感动 大家的支持是我坚持的动力 大家可以和我畅所欲言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摆脱疾病的困扰 脑梗留下后遗症 教你四招有效的恢复 脑梗之后呢 大部分的患者都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比如说半身不随啊 肢体的麻木 言语的障碍 流口水等等 如何来应对这些问题 进行有效的恢复 今天教大家四招 大家可以点上免费的小红心 收藏起来 慢慢的看 对你的恢复是有很大帮助的 这第一呢 就是半身不随的患者啊 尽量不要卧床 适当的活动才有利于病情的恢复 不容易出现病发症 第二 适当的锻炼对肢体的恢复呢 也有一定的作用 第三 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戒烟 现酒 熬夜 清淡饮食等等 第四 预防复发 在预防复发这方面 中医有着很好的疗效 中医将脑梗的分为 气虚 血瘀型 寒酌 瘀组型 干瘀气质型 寒凝 气质等等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 辨证失智 不仅呢 可以很好的预防脑梗的复发 还可以有效的改善 半身不随 手脚不力 肢体的麻木 语言的障碍 流口水等等 这些症状 以上这几点都非常的重要 你记住了吗 脑梗 手脚麻木 有办法了 你终于刷到了我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浩教授 从医40多年 擅长治疗 脑梗后肢体的麻木 流口水 这些心脑血管的问题 今天你刷到我 就是我们缘分的开始 我会每天在平台上 给大家更新一些 关于脑梗的科普 你可以点上小红心 支持我 也方便你 以后能找到我 不管你的脑梗问题是多久 存在着什么样的后遗症 照对方法都能改善 在中医说呢 脑梗往往是和血鱼有关系 所以呢 中医通过辩证失智 活血化鱼 同时健脾 补气 等等这样辅助的方法 可以很好地改善脑梗后遗症 每天握拳一分钟 全身都轻松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大家好 我是赵羽浩教授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 可以起到 陪股 精气 雾本 回源 疏肝解育 这样的作用 平时只要有空 你就可以去握一握拳 这个握拳呢 和我们平时说的不太一样 比如有关心病 心脚痛 脑梗 心梗 防颤 有虚症 精力不够 体力不够的时候 多做一下这个动作 我每天都会在平台上 跟大家分享 这些心脑血管相关的科普 成为我的粉丝 让你少走弯路 只要你支持我 我都会觉得 这个视频是有用的 我们来说说这个握拳的动作 是取自于随带一家 朝元方的诸病猿猴论 他记载了一个养肝的方法 实际上呢 是让我们全身的气血 都能够补充的一个方法 方法很简单 把大拇指放在手心处 大拇指的指尖 放在小手指的根部 其他的这个四指 把它握牢牢 这个方法呢 又称之为是握固的方法 当婴儿刚出生的时候 这个手啊 就是这样握着 来到这个世界的 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中医说握固呢 不仅可以很好的调节 人体肝的功能 而且可以安神定制 改善睡眠 当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也可以坐一坐 这个握固 坚持一段时间 相信你会看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 春部排毒 一年都毒 中医教你清空一身之毒 春天呢 是最适合排毒的 因为春天的阳气会生发 身体里的毒 也会趁机往外排 要趁着这个春季的尾巴 马上进入夏季了 把身体里面 里里外外的 从上至下的毒素 都给它排空 首先呢 是给肝排毒 春天对应的脏腑就是肝 肝气在春天会向上生发 现在的人呢 普遍毒压力大 容易出现肝育 而肝煮一身的气肌 肝气一旦瘀结了 全身的气肌就都受到影响 而且肝育久了 还会化火 形成火毒 就会感觉到眼睛干涩呀 痒啊 胸闷 这时需要清一清肝的火毒 可以参考啊 像蟹肝这样的忠诚药 其次呢 就是给肠胃排毒 肝木克皮土 肝火过旺 就影响到脾胃的消化 稍微吃点东西 就消化不良 苦炸 苦痛 恶心 反酸 口苦 口臭 打嗝 爱气 这些症状 这个情况下呢 可以用饱和碗 帮助我们肠胃排毒 第三呢 就是给血管排毒 气能推动血液的运行 如果肝气瘀制了 气质就血瘀 血液流通就不差 就会出现血瘀的情况 形成瘀血 这也可以说是血毒了 如果有瘀血呢 就总感觉到身上 莫名其妙的出现 刺痛瘀青肿胖 而且呢 嘴唇的颜色是发青发暗 舌下青筋 又粗又紫 还会感觉到心慌 心悸 烦躁 失眠 此时可以用血浮诸瘀 来排血毒 最后呢 给经络排毒 经络是遍布全身的 如果瘀血出现在经络里 就会经常感觉到 腰痛啊 腿痛啊 关节痛 甚至呢 手脚麻木 平时呢 还会容易出现 头晕耳鸣 脖子僵硬 这些情况 此时可选用 输筋通落的 这些中程药 来给经络 活血排毒 如果是虚人 再加上瘀血的话 传统中程药里边的 人参养容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要你一招 除湿气 气血通畅 不瘀毒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湿气 长期的在身体里边聚集 就会导致血液 和筋液的淤堵 时间长了呢 就会形成水湿停滞 转变成痰灼和淤血 再进而就会堵塞了血管 我们身上呢 有一个这样的排水阀 只要你巧妙的打开它 让身体里的湿气 就慢慢的运化出去 身体呢 就会越来越清爽 今天就把这个方法 分享给你 建议大家点赞收藏起来 防止以后找不到了 这个排水阀呢 就是腹溜穴 位于我们小腿的那一侧 跟腱向上 三指宽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腹溜这两个字啊 溜啊 有两个含义 一个呢 就是溜走的意思 腹呢 就是反复的让你溜走 消失 就是我们身体水湿 悄悄的消失 溜走的意思 通过按揉这个穴 对身体有不慎 通调水道的作用 帮助我们运化水湿 水湿运化了 湿气就除掉了 另外呢 这个溜啊 也有溜的 动的意思 在针灸大城里边说 若病人是脉微细 几乎都摸不见的时候 在临床我见到这种脉 确实是很多的 那怎么办呢 针灸大城里说 取腹溜穴 可以让这个脉 恢复流动之相 是治疗无脉症的 屏幕前的你呢 如果也是属于这种脉相的话 每天呢 经常的用手指去揉按 这个腹溜穴 5到10分钟 就可以帮助我们体内的水液和血液 代谢更好 去除湿气 去除淤血 同时可以改善心肌缺血的问题 你记住了吗 我最后再说一遍 防颤是可以恢复的 今天呢 就把这个方法告诉你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临床工作40多年 刷到这个视频 你就别再担心防颤的问题了 今天呢 就把缓解防颤的这个方法告诉你 大家可以戳两下屏幕 接着听我往下说 有一个患者啊 他防颤三年了 做过射频 消融 这之后呢 还是有症状出现 经常会神皮 乏力 气短 这些症状 有时候呢 还会伴有心全躯的疼痛 舌指是子按的 经过辩证是气虚血瘀症 给他开了对应的处方 一个月以后 复诊的时候 患者说气短呀 心前驱的疼痛表现 都减轻了 乏力的症状 明显的好转 他很配合治疗 也有相应的锻炼 我想啊 在不久的将来 他肯定会越来越好 我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呢 进行辩证分析用药 以及他的锻炼方法 那你是什么症状的防颤呢 心肌缺血 别发愁 只用两招通血管 五细血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语浩教授 心肌缺血呢 在中医里是属于 胸壁心痛这个范畴 主要的表现就是 胸闷气短 心痛心慌 心前驱不适 这些症状 心肌缺血发展到后期 会出现恶性的心率失常 心衰 心梗 这些心脑血管的重疾病 如果你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 一定要把视频看完 相信对你会有所帮助 今天从中医的角度来 告诉你两个方法 能够通血管 无气血 防治心肌缺血 第一呢 就是辩证论治 对症治疗 中医说心肌缺血 有虚有实 虚呢 里边包括气虚 血虚 晕虚 阳虚 实呢 就比较复杂了 有气鱼 血鱼 弹湿 不同的情况 根据不同的症型 选择不同的药物 来治疗 比如说活血化鱼 那就用血辅助鱼丸 思音呢 可以选天王补心丹 理气解鱼 就可以用逍遥丸 柴虎梳干 这些第二点 虽然解决了这个急症 但是为了防止它再一次出现 做好后续的防治 要注意饮食结构的调整 情绪的调整 坐席时间的调整 也要避免高强度的运动 或者是劳累 还要注意防寒 保暖 控制住你的基础病症 防止进一步的病情加重 诱发心梗 心衰 这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级别 长推手上这条线 剩吃一把药滑走 太可惜了 针对心脑血管的病症 非常有好处 大家点赞收藏起来 经常在临床上 会有心脑血管的患者问 做一些什么动作 可以对身体有好处 今天呢 就给大家教一个动作 非常简单 一学 没事的时候 你就多做一做 首先呢 我们把手掌的手势啊 五指按到 你的五指指根处 然后把另外四指 按住五指 这样的一个婴儿的姿势呢 又称为握固 这个动作本身 就是帮助我们聚集元气的 心脑血管的患者呢 趋症比较多 不能做大运动量 气虚了 气弱了 元气不足了 那用这个手势 本身就可以增加元气 动作没完 一个手做握固的姿势 另一个手 在你的这个手腕的横纹处 进行揉按 这个地方呢 贯穿了三条经脉 所以通过这样去揉按的方式呢 就可以把我们手腕上这个血脉打通 按柔的次数啊 最好自己数着点 做一百次 没事的时候 多做一做 不仅可以畅通经脉 对于爱美的女同志来说 她还是让法令文消失的一个方法 不信 你多做一做试试 山楂巧搭一物 化解全身的血管斑块 人人都吃得起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粉丝朋友呢 给我发来消息啊 咨询血管斑块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来改善血管斑块 一般呢 需要我们三方面共同的努力 第一呢 就是你要按照正行 遵医嘱去服药 药物的作用 毕竟在我们身体产生更大的改善效果 第二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包括你的作息时间 锻炼程度 情绪的调整 第三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代茶饮 来辅助化解斑块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山楂搭配一样东西 用上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改善血管的斑块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以免你用的时候找不到了 我们可以用山楂20克 花椒10克 加水里面一起煮 最多20分钟啊 不要天天的吃 隔一天一吃就可以了 山楂呢和花椒这组合起来 具有着活血化于温通经络的作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你的血管斑块 你记住了吗 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受益 四大表现是心脏缺血了 警惕心梗找上门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宇浩教授 心肌缺血如果没有及时的发现 就可能会造成心血管的淤堵 导致心梗找上门来 下面呢 来说一说心肌缺血有什么典型的表现 第一就是肩膀的疼痛 这种肩膀的疼痛呢 不同于普通的肌肉酸痛 疼痛呢 可能是从肩膀放射到身体的其他部分 脖子胳膊下巴等等 出现这种情况需要高度的重视 第二就是焦虑失眠 可能的原因是心疲两虚 气血生化不足 气也虚血也推心神失养 就会导致入睡辗转反侧 失眠早醒心慌 甚至呢 像记忆力也减退这样的问题 第三呢 异常的出汗 可能是气虚的表现 再有一个呢 从中医的道理上来讲 汗为心之业 往往和心血管有关系 所以啊 如果你近期像脖子 后背 手和脚 有一场大量出汗的情况 就需要警惕 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 第四 总是感觉到很疲劳 疲劳呢 是心脏供血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 因为人一旦气血不足了 不能去乳养四肢 就会常常感觉到疲惫 华丽 打不起精神 如果这个情况 你占了两种 那也有可能就出现了心肌供血不足的情况 为了不给心脏造成进一步的负担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劝你少吃五种食物 越吃血管越堵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在正文开始之前 大家听我说几句心理话 临床治疗心脑血管的疾病呢 已经有四十多年 就是为了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 才辛辛苦苦的整理出这些科普视频 可能呢 这个视频还没有别人随便发几个搞笑的视频 点赞高 视频传播不出去 就会有很多的老百姓 因为一些生活习惯的原因引发了重病 那今天想告诉大家 不论是关心病 心衰 血管狭窄 还是颈动脉有斑块 都不要放弃 希望大家的问题 能够在这里得到解决 今天呢 跟大家科普 就是心脏不好的人 哪些食物要忌口 可以先点上免费的小红心 支持一下 第一啊 就是浓茶碳酸饮料 浓咖啡 这些刺激性比较强的 就应该少喝 最好是不喝 第二就是高油脂的食物要少吃 比如说一些油炸的食物 烧烤红烧肉就要少吃 第三就是要戒烟戒酒 特别是血管堵塞已经超过了50%的 一定要戒烟戒酒 第四就是过于甜辣咸凉这些食物要少吃 第五要少吃一些化学加工的食品 比如说香肠 熏肠 它里面的添加剂非常的多 特别是有关心病 斑块 血脂高 消化功能差的人要少吃 或者不吃这些食物